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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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和我们来进行学习交流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介绍第七章 用户和用户组管理 那今天呢是最后一个小节的内容 用户组管理命令 我们在这之前啊已经学过了用户的配置文件 用户的管理的相关文件和用户管理命令 那今天呢这个用户管理终于是最后一个内容了 用户组管理命令 其实啊说到用户组管理 你想一想 它其实也不外乎就是 参加组 删除组 然后呢修改一下组 或者把用户加了组 至于我们说 原先是可以给组设密码的 这个前面我们解释过 这个东西用的不多 所以我们也就不多做介绍 那我们先来看呢 参加组命令 这个比较简单 グループ ad加选项 后面加组名 就会添加一个组 这个选项啊 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用-g的方式指定GID 那也就说 如果我不加-g 它是默认从500这个GID 依次往后落 有哪一个接着往后写 如果手工指 可以自己来指定定GID 但是用处一般也不大 我们还是说跟添加用户一样 最常用的还是 グループad后面直接加组 它用起来啊 真的不难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添加一个组 グループad 也就是说testgroup 添加这样一个组 回车 这个组就存在了 我们vi看一下group 这个组信息文件 就会发现 testgroup 已经添加到了最后 而且它的组ID是 挨着上一个组 往后直接落 这就是添加组命令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非常简单 那 有了添加组 在讲删除组之前 我们还要说一下 这个修改组的group mode 其实这个都很好记 因为前面学过的 那个修改用户的那个 是啊 还记得吗 user mode user mode 那这个呢 是group mode 其实是非常非常 就是好记得 那这个啊 最主要的就是 修改组ID和修改组命 那说清理话 用的多点的可能 就是修改组命 它的格式是这样 gloot mode 杠恩后面跟 我的新组命 后面跟这个原始的老组命 这样的话就会把group1这个组 换成testgroup这个组 那么试试 我们刚刚已经有了testgroup 那我们叫group mode -n 给它写个新组名 新组名随便写叫个 lamp吧 lampgroup 然后把testgroup 换成lampgroup 就是这样 然后再去查询 刚刚的那个信息 大家就会发现 组ID是502的这个组 它的组名从testgroup 变成了lampgroup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其实也并不难 是吧 是 那咱们这个 平常修改组 和修改用户组 这个情况有点多吗 那我们说 如果我们 添加了一个组 添加了一个用户 我们是否会经常用到 修改它的用户名或者组名 那这种情况呢 超哥个人建议是 不要这样来做 原因很简单 你改了一个组名 它后续的很多东西都要改 比如说 它的邮箱地址 它的家务录名字 它的这个什么所有者 它其他组里 反而还不如你把这个用户或者组删了 重新再新建议 所以呢 虽然有这个选项 但是呢 如果你对这个组非常熟悉 你可以尝试去干 否则的话 我的记忆见还是你应该删了 重新建议的 否则 非常容易把你搞晕 系统不会晕 晕的是谁 初学者 或者说不太熟练的观众人 那这就是这个改组名的这个用法 大家小心 还是这句话 尽量还是不要去改组名 好了 格尔夫莫的 那既然有添加 有这个 有这个修改 那肯定还有删除 那这个就更简单了 格尔夫莫 第一言了 后面加 组名 他还不像这个删用户 需要加杠尔选项 把他的用户加目都删掉 这个呢 组呢 就没有加目都这样一说 所以呢 直接删就可以了 所以 看 格尔夫莫 DN了 后面加 蓝普 格尔夫 然后呢 再去查一下 这个组就消失了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组中的用户怎么办呢 哦 对 那我们刚刚这个建的组啊 是一个空组 那万一这个组中有用户 这个组是否能删呢 那要分情况 我们说 用户和组来讲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这种身份的 一种是初始用户 另外一种是复加用户 那初始用户 我们说跟组的关系 是相互依存的 如果没有初始组 这个初始用户就不能存在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组当中有初始用户存在 这个组不能删 因为删了 这个用户就没地方可以放了 如果这个用组里面 有的不是初始用户 而是复加用户 那么不影响组删除 好 那我们试一下 我们重新来 再参加刚刚那个 group ATTestgroup 重新添一遍 然后呢 我添加一个新用户 呃 添加一个新用户 比如说叫做 lamp吧 把它用 杠小G的方式 加入到 testgroup 那也就是说 我添加lamp用户 指定它的初始组 是testgroup 这个组 那也就是说 lamp用户是 testgroup的初始用户 对 那再添加其他的 lamp1用户 lamp用户用大G的方式 把它添加到 testgroup 那也就是说 lamp用户是 testgroup的 复加组 这样做的 这样做 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 并不会升成lamp组 因为lamp组的初始组 是testgroup 但是lamp1呢 它是用 附加组的方式 添加了testgroup 所以会升成lamp1 这个组的 这个组 作为lamp1的初始组 有点像绕口列 啥意思啊 如果我改了初始组 这个初始组 只有能有一个 所以就不会升成一个 跟lamp同名的组 如果没有改 只是用了附加组 那么这是附加组 那么lamp1这个组 还是会出现的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往下拉 并没有lamp这个组 但是有lamp1这个组 原因就是我刚刚解释的 这个原因 好了 那我现在啊 添加了两个用户 添加了一个组 添加了两个用户 一个是初始用户 一个是附加用户 这个时候 当我去 删除这个组 台词group的时候 好 大家看 它会报错 不能移出 这个用户lamp的主组 对 primary 主要的组 因为我说了 没有主组 或者说没有初始组 这个用户不能移戴 那要想删这个组 怎么办 我是不是先得把 先得把浪负用户 是不是删掉 把他的初始用户 给干掉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才能干掉 他的这个组 对 那现在啊 我们来 user dl 杠r 连带删除他的 加目录 是吧 把这个用户删掉 这个时候 我问妹子 我能删这个组了吗 可以 诶 但是这个组里面还有一个用户 他烂不一样 但是那是附加用户 所以是不是就不影响这个组的 不影响删除了 那这时候就会发现啊 虽然烂不一用户没有删 但是这个组是可以删掉的 哎 这就是删除组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 归根接近 就是一句话 要想删除组 这个组中不允许有附加用户 不允许有初始用户存在 有了就不能删 但是附加用户有影响 哎 这就是删除用户组 也不难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方法是 在添加用户的同时 把这个用户指定到test的这个组里 对 那我如果用户已经存在了 也就是说 潮河的系统里面 现在有 U字1 往下拉 U字1和U字3 这两个用户 对 我能把这两个已经存在的用户 加到某一个组里吗 比如说加到入质组里 那刚刚用的命令是U字add 那也就是说是添加新用户的同时 是不是指定它的所有组 那如果要是想修改 已存在的用户的这个附加组 这个组的话 就要使用J-Password 小心 J-Password的命令的参数 或者说操作对象是组 啥意思 要把用户组放到最后 但是U字add呢 看 它操作的参数是用户 所以要把用户放到最后 容易搞混 这两个选项是反的 那它是怎么样的呢 看 杠A加用户名 就是把某一个用户加到这个组里 杠D加用户名 就是把某一个用户从这个组里删掉 那么试试 我现在已经有U字1 U字3和LAMP1 这三个用户 那我们使用J-Password 杠A 把U字1用户加到入质组里 大家小心啊 后面这个是组 前面这个是用户 跟刚刚这个命令是反的 刚刚这个命令是后面这个是用户 前面这个是组 因为一个是U字命令 操作的对象是用户 另外一个是组命令 Groop Password 操作的是组 好了 回车 它会提示 我已经把用户1 加入了这个组root 这个时候 我去VM 查一下Groop这个文件 组信息文件 大家会发现 U字1 已经加进来了 那如果再加U字2呢 很简单 没有U字2 U字3是吧 再加 它就一样了 再来查 看 U字3也加进去了 也加进去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 说 我如果手工修改这个Groop 我不用这个J-Password的命令 这个命令不好记 我直接在后面加逗号 加一个 加用户名 是否也可以把这个用户 加了这个组里呢 应该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说了 Linux这些命令 其实归根界 也都是要写的 这样相对文件 所以我直接改文件 也是可以的 看你个人习惯 其实抄票 全能觉得 直接改文件 对大家来讲 更好记 因为这个命令啊 有时候容易记混 对 容易记混 那这是添加 那-D呢 就是删除 删呢 很简单 J-Password -D 后面加 用户名 后面加 组名 刚刚我手工 把Linux写进去了 那现在 又乱不议 再把它闪掉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其实 那咱们添加 之后的用户 是客家用户 还是初始用户 对了 我们说 超哥一直建议 大家不要去改 初始组 用户的初始组 那J-Password 其实也遵守了 这样一种原则 它其实加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在这个 group命令 文件当中 能看到这个用户 对 我说只要能看到 就代表它是 附加用户 那就说 J-Password 其实操作的是 附加用户 加进去 作为附加用户 加入 这就是J-Password 命令 那组管理命令 其实就是这些 非常简单 我们讲了 参加组命令 修改组的 这个信息的命令 golup mod 删除组命令 golup gl 然后呢 把用户加入组的命令 J-Password 好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 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出Linux 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